我们现在开始,在喝最后一口咖啡, 然后做一个拉伸,然后想要的话, 可以像岳老师这样做一些手部的动作,玩这个游戏。 好,大家打开摄像头,我们来一起做这个练习。 那麦克尔·张森老师,我想你的孩子可能会喜欢做这个, 我们好久没有做了,好像戴上眼镜一样, 然后后三个手指先竖起来,然后最后翻一下手, 让他们还是在上面。 然后你可以看一看,有没有人做对了。 翻转一下。 好,先把眼镜戴上,然后翻转一下。 哎呀,奥嘎,你发生什么了? 我们来看一看,好,先戴上眼镜,然后翻转, 然后再翻转回来,再翻转过去。 好开心看到大家。 好开心看到大家。 好,我们要谈一谈为什么我们今天相聚在这里。 好,如果我讲得太快了, 请伙伴们给我手势,让我放慢语速。 那我想如果这种减慢速度太细计划的话呢, 我可以用这个巧妙的喝咖啡的方式。 我感谢大家付出时间。 很感谢大家付出时间。 我很享受跟大家相聚。 我们来到了智慧的海洋。 就是每月一次的机会,让大家能够相聚在一起, 彼此链接。 那我的收获就是很放松。 那大家可以穿上你的睡衣。 无论你来自哪里,你也可以随时跟我辩论, 然后开麦或者是举手。 我们这是一个非正式的课堂时光。 你任何时候都可以跟Earl来辩论,好吗? 那我们的智慧海洋这个活动是每个月举行一次。 我很喜欢跟大家链接。 这是一个非正式的,不是一个大课。 大家来相聚。 然后与全世界的伙伴们链接。 那今天我想要来谈一谈。 我最近思维很多的,也享受很多的一个主题。 那叫冥想的六个R,字母R。 这一点可能翻译起来不太容易。 那有六个R,关于冥想的,祝各位翻译好运。 那有人建议我有几个新名字叫冥想的六个步骤。 就是说,当我们冥想的时候发现我们在哪里分心了。 如果你没有这样的问题的话,你可以先去忙。 然后当我们讲到第二部分的时候,这一个特质的时候再进来。 好,那这六点是,我从一位老师,他叫Banti Ramrajzi,老师这里学到的。 最近呢,我使用了很多。我们来谈一谈这一点。 好,我们来继续。 那希望在最后我们能有时间来给大家做问答,并且带大家做冥想。 那关于冥想。 那我想今天的冥想。 那这,这一个是很难的,然后但是也很经常发生。 我在我的一生中,努力的想要去冥想。 然后我感觉,如果我把这一小时画在练吉他上。 我可能会吉他弹得非常好,我可以弹一首歌。 我可能会去弹琴或者唱歌。 然后这是我从未花在这个事情上这么久的时间。 那冥想可能是最难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一生都在努力的。 但是这还蛮好的。 他也让我想起了我跟老师一起度过的时间。 那我们当时一起去他家。 然后我们会一起坐在一起,开始冥想。 立刻我就开始像这样,打瞌睡了。 那实际上当我睡着的时候,我会请这个身体向后寝。 在冥想中就睡着了。 那在冥想的结尾,他就问我,哦,怎么了你? 你昨天晚上没有睡觉吗? 我说没有啊,我睡得挺好的。 然后这一周很平静,我昨晚睡得挺好的。 他说,那你在你的冥想中训练你的意识,睡觉。 那我的重点是说,如果我什么都尝试。 那尝试任何事情越来越多,那我就会做得越来越好。 而冥想是一个,你越试得多,你可能会做得越糟的一件事。 前提是,如果你没有一个好老师的话。 那我想,我们有可能在冥想上越努力,越糟糕。 那如果你有一个很糟糕的习惯。 那我的一个坏习惯就是我做冥想做得太久。 然后呢,我的意识就开始变得昏沉。 然后我还认为这是一种冥想状态,这是没问题的。 我总是会发生这样的情况。 然后,那我在冥想的时候,我实际上是在训练自己的意识,进入睡眠。 然后,这个老师呢,就让我站到这个冥想房的后面去。 然后,其他人都坐在那儿冥想,我就是唯一一个被罚站的,站在那一个圆形的院子的角落。 然后,当时我就要有这样一个照片,就是戴着一个很蠢的帽子站在这个教室的后面。 然后,他会让我站起来做冥想,做一个月,或者说去做步行冥想。 然后,有时候在进修当中呢,我也会去做这个行走的冥想,然后走到我的屋顶上。 然后,训练自己。 不会说在这个房顶上做冥想的时候睡着,这个挺好的。 所以我要学习怎样来做冥想。 那我们来看一下冥想的第一步。 当我们谈到冥想的时候,我们讲的是冥想有不同的层次,有遇到,会遇到不同的问题,也有不同的解决方案。 那我们来看一下最初可能会遇到的问题。 那么在冥想的时候,会遇到的第一个问题是什么呢? 有人说是打瞌睡,困倦。 有人说没有在冥想,我喜欢这个答案。 那冥想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你没有在做冥想。 很有趣啊。 那我们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懒惰。 当我们说懒惰的时候,就是说不想去做冥想。 我喜欢凯文的这个答案就是说没有在做冥想,就是没有在做。 那我想了很多年这一点。 就是在我的这个被窝里很温暖,外面很寒冷,我就不想起床。 那这是懒惰的其中一个形式。 那我就在想,如果我们知道我们一生中想做的事情,而我们不去做。 我决定说要冥想,这是很重要的。 我的核心价值观就是我想要做冥想。 早上八点,每天早上八点我都想做冥想。 这是我最近三月份的一个承诺。 每天早上八点做冥想。 然后呢,就会有其他事情发生,比如说我要进行教授。 对吧? 那我们有很多的优先级,比如说工作去喂狗,养孩子。 我要吃饭,所有这些事情是我们生命中必须要做的。 所以当我有一个空气,那么这就是我的冥想时刻。 我可以把冥想加进去。 所以我没有时间,我早上没有时间,那我可能在其他的时间,比如说中午两三点我去做冥想。 然后呢,那可能会有人约我去喝咖啡。 或者我要开会。 或者是,我刚刚吃完饭。 那任何事情都会发生,然后可能我没有办法找到我的冥想时间。 我想把我的冥想时间放在晚上或者其他时候。 我想要把冥想加入我的生活。 那所以,这是我的练习遇到的一个很大的挑战。 当我,那我把我的生活去,让它去配合我的冥想练习的话。 然后我要去学习。 我想要记六十书。 我想要去做进修。 所以我的生活要去配合我的练习。 我的生活要去遵循我的核心价值观。 那这些价值观也包括工作,也包括我的敏感关系。 但是也要包括我的冥想。 那无论是你决定你的核心价值观是什么。 你都要去让生活去配合它。 那对于我来说,这个一个问题就是懒惰。 那我不想起床。 那这个问题就是,我制定了我的这个核心价值。 就是早上八点一样冥想。 可是我又开始去喝咖啡。 然后我的这个优先级就变成了跟朋友一起去喝咖啡。 然后我就没有做我反映我核心价值的事情。 所以当我这样去思维的话,我的一个想法就发生了变化。 就是要让生活去配合我的核心价值。 那第二个冥想的问题就是说,第二个问题,或者说第二步是什么呢? 第一步是先做上电子。 那第二步呢? 可以写下来冥想的第二步应该是什么。 那抱歉啊,我刚刚一直没有看聊天区。 那冥想的第二步是什么? 把你的意识放在对象上。 那我昨天就发现我自己做了15分钟的冥想。 然后呢,我都没有专注在任何对象上。 请中文频道的伙伴记得关麦。 那我一直就是在那个放松状态,没有专注在任何对象上。 然后我就说,我没有做到第二步。 嗯。 请中文频道的伙伴留意关麦。 那那你不是要请那个吗? 好,第二步就是说我们需要一个冥想的对象。 为什么呢? 我们需要有这样一个对象。 所以我们就能够解决冥想的第二个问题。 这个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忘记了我们的冥想对象。 所以呢,我们坐下来,坐在垫子上,选择一个对象。 然后,我就会有可能遇到第二个问题,就是我忘记了我的对象。 我丢失了对象。 所以我们可能会这样来讲,就是说我通过我没有选一个对境,我避免了丢失我的这个对境。 那这个可能不是一个好的解决方案。 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对象。 一旦我们选择了冥想的对象,我们就决定把意识专注在对象上。 然后我们开始去感知我们的呼吸。 我们可以说这是一个对象。 那在有些时候,我们就会遇到这个第二个问题,就是忘记了我们的对象。 我想要专注在这个事情上,我把我的意识专注在这里,然后设置了我的东西。 然后,我就在想,我要做什么,我的财务,我的关系,然后开始做白日梦。 然后呢,你就会有这么一个时刻留意到我丢失了我的对象。 如果我们在那一刻看着我们的意识,那这一点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可能会发生的一件事就是,我们会冲回电子上说, 哦,我只剩下10分钟了,而我刚刚丢失了我的对象,我现在浪费了10分钟。 我真的毫不擅长这件事。 我花了10分钟去做白日梦。 然后又去想什么关系啦,其他的事情啦,真的好难啊。 那你想,有效的是什么?首先第一步,意识到,意识到我们现在已经丢失了对象。 那有一个非常有趣的想法。 里面,我们可能处在这样一种白日梦的状态中,然后意识到我们专注在对象上吗? 比如说,当我们做白日梦的时候,我们能否意识到我正在做白日梦? 我想,不会吧。 那我们到底怎么做第一步呢? 对吧,第一步就是说,我们要认识,识别出我们现在丢失了对象。 它就好像是,我们从这样的一个事实中清醒。 发现我们丢失了这个对象。 在那一刻,我们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就醒过来了。 那我的一位老师说,这个醒过来,其实是我们潜意识的一部分。 它不是我们可以有目的地去控制的。 所以我们要做什么呢? 在那一刻,它就像是我们把球扔给狗,然后狗回来,把球放下。 然后我们给狗狗一个奖励。 所以在那一刻,在醒来的那一刻,我们意识到这个醒来的一刻。 然后,这一刻的奖励是什么呢? 对于我来说,这个可能是非常轻微的。 我就是会立刻坐直。 或者说,我就放在脸上,脸上再次露出微笑,或者说再做一次深呼吸。 这可能是非常轻微的调整。 或者说,我意识到了我当下这个意识的特质是什么。 然后,处在当下是动得美好。 所以我们就可以认出这样的一种状态。 它就像是一个游戏,找到哪一个人没有关麦。 它就让我想到了。 这样一个游戏就是像打地鼠。 它冒起来了,然后你就立刻去打它。 它一旦冒头,你就去拿一个锤子去打它。 那这个是,对于我来说,这个地鼠就是我的自我真爱。 当它一旦冒出来,我就立刻打它。 好,第一步,意识到我们丢失了对象。 第二步,就是说去放下这个对象,让你的分心的东西离开。 放下这些让你分心的东西。 比如说那些声音。 那为什么我想要抓取这些让我分心的东西呢? 那通常来讲,因为这些东西更有趣。 通常来讲,只是因为它们要好得多。 我们可能都会去梦想某一些事情, 然后很有趣的,很好玩的, 然后让我们非常振奋的。 但它们不是我们的对象。 而这些对象可能让我们觉得很无聊。 我现在要停止这个白日梦。 这样我就放弃我的这个幻想,我就可以回到我的呼吸上了。 感觉好像不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那我们发生的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把意识从分心的事物上挪开放回到我们的对象上。 对于我来说,它感觉就像是一个很紧的绳子还是在抓着我。 就像那种口香糖一样。 它还是很粘很紧。 我的意识放在这个对象上。 然后我再把我的意识放回到呼吸上。 然后那一个,它就像是一个很有粘性的东西一样。 它还是要把我拉回到,把我的意识拉回去。 所以我们需要把它砍断。 那我们需要有意识地去切断这一些让我们分心的东西。 让它走。 所以对于我来说,这就像是我正在做白日梦。 然后我要回到我的对象上。 好嘛,我做到了,然后我放松。 然后我的这个倾向是我立即又会回到这个分心的树上。 所以对我来说呢,非常重要的是我再回到这一个对象上。 哪怕晚一秒或者两秒再被拉走。 好,我现在找到了我的呼吸。 然后我发现我在做白日梦。 好,然后我在冥想我的对象。 然后我又发现我立即在做白日梦。 尤其是在冥想的一开始。 所以我们要找到这一个对象。 然后把我们的意识植入到这个地方,钉在这个地方。 然后对于我来说,可能两秒之后它就飞走了。 然后它立即就离开了这个对象。 所以当我们放下这个对象。 我的感觉是,去检查一下我是否有放下这个对象。 我是否真的有。 让这个对象离开,让它去。 那有一点我觉得非常重要的是,我的意识放在对象上。 然后醒来,意识到我正在做白日梦。 好,第一步就是意识到。 识别。 第二步就是我放下这个对象。 然后我回到我真正的冥想对象上。 然后去有意识地创造这样的一个动机,是说我要保持在这里。 然后这一步非常非常的重要。 那对于我来说,当我发现我的分心的时候, 我立刻把自己拉回来。 那我的动机是我针对我的对象做冥想。 我不要丢失它。 第一步就是识别。 识别出来我们离开了对象。 第二步就是放开,放下这一个让我们分心的事物。 那第三步就是,那对于我来说还蛮新的。 也就是放松。 那老师讲的理论是,任何时候让你分心的事物, 任何事物,你的意识被拉走了。 那都会有一种紧张的状态。 一种非常精微的,有时候是非常明显的。 有时候你可能会对工作感到有压力。 然后这种压力呢,这种紧张就会很明显。 有时候你在担忧你的金钱方面的事物, 或者是你对过去感到后悔,然后你对未来有恐惧。 那么这一种紧张感就很明显。 当我们意识到我们处在当下, 我们识别出了这一种放松, 从这种紧张中放松,那是非常美好的。 然后呢,其实我们的意识是想留在当下的。 就增强了我们的意识想要留在当下的这一种意愿。 然后我们意识到,这就像是那一个给狗狗的奖赏。 然后我们就发现了,留在当下,活在当下的品质是如此的美好。 那对于我来说,有一个很细微的影响是什么? 就是我的意识可能会去到一个声音上, 或者一些断断续续的念头上, 不是那种很长,或者很长久, 或者很大的一些分心的因素。 有时候可能是对工作的压力。 那有一些很轻微的,很简短的这些分心是什么呢? 有没有一种很紧张的感觉? 那老师说什么? 然后,老师说,你的大脑外面有一层覆盖物。 然后它有这种分心的一个,让你分心的一个力量。 然后它实际上在收缩,然后抵押你的大脑。 然后,他就说,你尝试去感受它。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真的。 我的确有去努力感受它,但是我感受不到。 但是呢,我的确有注意到,每一次我被什么东西分心了, 然后都有某种程度的紧张。 我不知道我的这一个头骨是不是在挤压我的大脑。 我不确定这是不是真的。 但是,我注意到了,的确是有紧张感, 或者是有一点压力。 每一次我分心的时候,我都有这种紧张感或者压力。 然后呢,我就去放松。 这是非常美好的。 那我发现的一点是, 我会回到冲回我的这个冥想中来。 我一定要去冥想,我要回到我的对象上。 好,请中文频道的伙伴记得灌卖。 我必须要做得更好。 然后,我时间已经不够了。 那我们做的任何事情都是把这种紧张,这种压力加入到了我们的冥想中。 那它是不会让我们的冥想有效的,高效的。 所以要放松。 这是一个很棒的时刻。 就是说,发现了我被分心了。 嗯,很酷。 然后你放下这一个让你分心的对象。 然后,留意到你的紧张。 然后放松。 。 好,第四步。 就是说,为此感到开心。 。 那它可能会变得有点模糊。 一开始当我做的时候。 好,我意识到了。 然后呢,那第二步是什么? 放下。 那第三步是什么? 但是随着练习,你的这个过程会变得非常的顺畅,非常的快速。 那就不会有这样的一个分隔感。 那么你这个放松,或者说你感到开心就会变得很容易。 然后你就感觉很好。 然后你会有一种一阵的感觉。 那就像我说的。 我们的意识呢,就会有这样的。 它就会被加强在当下。 然后因为我们的意识想要有这种非常好的感觉。 那下一步。 在某些点上我们要回到我们的对象上。 所以第五步就是说回到,回来。 就像我说的,回到我们的对象上。 然后,生起这样的一个动机说我要停留在我的对象上。 那最后一点就是重复。 无论你需要重复多少次。 那希望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够达到这样一个境界, 就是再也不会丢失我们的对象。 那在此之前,我们要一再的重复。 首先是认出或者说识别我们的对象。 然后也就是说,这是从优势对象中引来的那一刻。 然后第二步就是放下这个分心。 然后第三步就是放松。 然后为此感到开心。 然后回来。 然后重复,一再的重复。 这就是他这个冥想的六步了。 就像我说的,随着练习,如果我丢失最近很久了。 然后我可能会想到这一点。 我就感觉我的这个意识短暂的离开了我的对象。 然后我就说啊,我不想这样子。 不想每次都被分心。 然后我就发现随着练习,你会越来越快的觉察到这一点。 然后你就回来。 然后保持微笑。 所以这一个整个的过程。 对于我来说就是,实际上也是殿下的练习。 就是在我们一天当中要做的练习。 所以我们想要在,我们可以在正式的冥想过程中来做这些练习。 同时在冥想之外也可以做。 那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在一天当中培养我们冥想状态的方式。 那我的体验就是,如果我只把我的冥想限制在,在电子上正式的20分钟,30分钟的话。 然后就是说我在一天当中只控制自己的意识,控制20分钟,然后其他的23个多小时就让任由意识去发展的话。 那我的进步会很慢。 这就像是你走了一步,向前走了一步,然后向后退了四五步。 所以,认为冥想,我要认为冥想只是在冥想垫上发生的事情。 所以,这样想的话会放慢你的进步。 我们可以把冥想结合在我们一天当中。 对于我来说,这对于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改变。 这样的话呢,我就总会有更多的进步。 那线下的练习是什么样的? 那这就是我们要介绍给大家的这个触发器的这一个理念。 这些对于我来说是一些非常新的词汇。 所以我可能不是很确定我是怎么看待这些理念的。 I think we're familiar with the idea of a trigger. 关于触发器和闪光这个概念。 那对于我来说,我会比较熟悉触发器。 如果有事情发生,我们就会不高兴。 那有某些事情会把我们带入这种紧张的状态,或者有压力的状态。 然后我们可能会想到这种曾经受过的创伤。 那这就是 某一种紧张的状态,任何一种紧张的状态。 而闪光,发光是它的相反面。 发光就是指,我们可以说,就把我们带出了这种状态。 或者说让我们停留在,进入在一种快乐的状态中。 我们的大脑中有一部分它在持续地去寻求或者倾向于寻求一些负面的东西。 或者是一些问题。 那我们大脑的一部分,它就会创造出一些负面的偏见。 它会让我们倾向于去寻求一些,比如说环境中的危险因素。 那我们必须与之斗争。 我们有很多的机会可以去把我们的意识带回到快乐的状态。 那这就是闪光这个理念要讲的。 那我们时间不多了,我讲快一点。 那闪光是什么呢? 对于我来说,它就是我在抖音上面做了这个闪光,关于闪光的研究调查。 然后我就是刷视频,刷那些让我微笑的视频。 什么样的视频会让我的心微笑呢? 对于我来说。 就是长久离家的人突然回家,然后给母亲的生日一个惊喜。 或者我看了很多这种棒球赛。 那它是我大脑中的某一个部分取棍球赛。 那它可能是我的一种秘密的逆脉的愉悦感。 当我看运动的时候,我就看到有人得分。 然后有人赢了,有人达到目标。 然后所有的人群都欢呼起来。 然后整个队伍也非常的兴奋。 这一点就会让我很开心。 或者说我看一些很蠢的猫猫狗狗的视频。 就是任何让我感到开心的。 让我们的脸上露出微笑的。 让我们的心微笑的。 我们就把它称之为闪光。 那如果它是我们的冥想对象,会发生什么呢? 如果我们一整天都在想这些事情。 那我们就发现我们可以,比如说,感到 音乐或者是任何能够让我们与 体育快乐连接起来的,联系起来的事情。 如果我们的意识一直倾向于去专注那些负面的偏见。 那我们要去找到我们生活中的闪光点。 那听到孩子的笑声,就可以给我们带来非常简单的快乐。 就像我刚刚提的。 比如说我们看到一些很漂亮的鸟。 红色的鸟在外面,窗户外面的电线上站成一排。 然后我就会说,哦,这野生动物真不可思议。 在城市里面,我好开心。 然后它们还能在城市里存活。 然后呢,我们用让我们的心微笑的事物填满我们的生活。 然后我们保持,在心中保持这样的状态。 这就是我们的全天候练习。 如果我们能够做到这一点,然后把这一种体悦从我们的心中持续的向外发散。 那在我的意识里,我有这样的一个手势。 然后有一个声音。 我就会想象,就是当我看到那些很蠢的小猫的视频的时候, 我就会有这一种向外发散的体悦。 然后随时还伴随着这个手势和配音。 spreading the emotion of my TikTok internet research. 然后我就把这些我在网上,在视频上发现的这些情感发送出去。 然后我就发现,我现在呢,意识到我丢失了我的这个闪光点。 然后放下,放下那些我分心在想的事物。 然后看看我的意识状态里面有没有一种紧张感。 通常都会有的。 好,然后放松。 回到那些闪光的事物上。 然后那些让你开心的事物上。 回到这些事物上。 回到我们心中这些简单的感受上。 那有一个人教我这一点的人呢,他就很喜欢微笑。 他的脸上总是挂着微笑。 对于我来说,可以比这更多。 比如说我可以做每一天,在一天当中时刻保持假笑。 然后把这个微笑呢散发出去。 但实际上我们应该把心中的喜悦呈现在我们的脸上。 我们的这个微笑应该真正的反映出我们内心的开心。 然后我们不断的去重复。 然后我们是否可以带着这样的状态行走在世间。 那有人提醒了我。 不仅是这样。 不是说我们去忽略所有的不好的事情。 不是说我要去忽略我世界中的那一些伤痛的感觉, 那一些痛苦,我周围的痛苦。 而是说,我是否能够用这一种带着爱的,带着慈悲的状态。 来进行练习。 那我能否带着这样的感觉走进那种艰难的处境。 同时在心中保持这样的闪光的感觉。 我能否在这样的困难的处境中仍然找到喜悦。 然后我是否可以把这一些与我的电子上的冥想再一次关联起来。 去看到这样的感受。 它也伴随着深度的冥想状态自然的产生。 所以我们训练自己的意识。 就好像我们帮助自己进入到深度的冥想状态。 怎么做到呢? 通过去训练我们的意识特质。 让他们带着这种冥想状态留在当下。 这个有道理吗? 大家要听得明白吗? 所以在这种深度的冥想状态中, 有一些叫做心掌的特质。 它是西部语言。 就是意识的这种喜悦。 喜悦的意识状态。 这是一种身体上面的物理状态。 那意识处在这样的一种愉悦的喜悦的状态。 这种闪光就是深度冥想体验的一部分。 那如果我能够训练自己在心中, 在一天当中,在心里保持这样的状态。 那实际上我就是在训练自己去拥有这种深度冥想状态的一种特质。 我就是在训练自己达到深度冥想的状态。 自然地达到这种状态。 然后它也能够帮助我们去获得深度冥想的状态。 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体验。 好,我们来做一个简短的冥想。 那这是Ryan教我们的一个冥想。 我非常感恩它。 这叫收获冥想。 它非常简单。 我在一天当中都会去做。 在一天当中,我可能会停下来去看一看。 通过自己的感官,比如说眼睛耳朵,去感受一下, 我是否有这种直接体验到的愉悦。 比如说我是否需要去创造一些什么让我感到快乐。 还是说我只是意识到我识别到已经有事物存在在那里。 只要我留意到它,我就会快乐。 那这是一个多年的实验。 每次我在生活中停下来,然后努力地去看 在我的直接体验当中是否有那些让我感到快乐的事物,我都能找到。 不一定是那种让你狂喜的事物,而是会让你面露微笑的事物。 比如说在我们的世界中永远都有一些发光的闪光的事物。 好,我们来尝试一下。 我们做两个深吸气,然后一个长长的呼吸。 好,再来。 呼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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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这种处在当下的状态 我们开始去一一的运用我们的感官 各个感官去寻找是否有一些让我们感到愉悦的事物 我们从耳朵从听觉开始 我们是否能够听到一些声音让我们露出微笑 可能是大自然的声音 可能是冰箱发出来的轻微的嗡嗡声 又或者只是静默的声音 再来到这种微笑的感觉 咖啡的香气 或者是衣服上面新鲜的清新的味道 也许我们能够找到这些让我们愉悦的事物 也许找不到 再来到味觉 是否能够给你带来喜悦 或者是你感觉到了嘴巴里口水的感觉 这些液体的感觉 来到触觉 我喜欢去留意到在晴天的光影 还有很冷的时候 阴天或者是冷天那个太阳的光影状态 我感觉到在早上穿上我温暖的袜子 可以睁开眼睛 去看一看有没有让你感到愉悦的事情 或者说闭上眼睛去想象房间中有没有让你感到快乐的事物 在当下是否有那些你睁开眼睛看到 就能够让你面露微笑的让你的心微笑起来的事物 花一点时间 花一点时间与一一的感受 看看你能够发现你能够发现你当下极客的外部事物 给你带来了愉悦感 甚至也可以是某一个念头 我感觉到你会发现你能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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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现我 and then choose something for the day and then let's try and experiment 让我们一起尝试去感受它 去试验一下 如果 如果我的心中一整天都能有这种感觉会怎样 如果我丢失了它 我去练习冥想的六步 让我再回到这个状态上 and with that we can come back to to the space 好 现在我们慢慢地回到我们在做冥想的这一个空间 好 时间永远都不够 我其实真的很想听听大家的分享 觉得做得怎么样 然后也想要能够常常跟大家相聚 那现在我们来到了这一堂课的尾声 所以我想要感谢 自己能够成为这个社群的一员 那有一个社群一起去练习 让他们学习 与他们分享我的想法 对于我来说非常的有帮助 那与这么多 与全世界的这么多美好的面孔 美好的微笑的面孔相聚 共度时间 我真的非常开心 非常的感恩 那我希望大家都有美好的一天 那一个简短的通知 我们下个月还会 来有这个内容的分享 下一次是Bob老师和多多老师 我们会跟大家讲 关于瑜伽经的一些内容 那多多老师来自中国 是非常棒的瑜伽老师 那他和Bob老师会一起来 教授瑜伽经的相关内容 那在我们的YSI 即将到来有很多的项目 在中国 在华语区会有 即将到来 你购买一家课程 请大家去联系 各个主办方 或者是可以来上YSI的官网 获取更多的信息 真的很想跟大家 多多的相聚 但是呢 我们只能到下一次了 然后再看看 大家分享你的练习 做得怎么样 然后在这段时间 请尝试我们在每一天当中 都在心中 在脸上 保持这样的微笑 然后把这样的一个 处境这样的状态 带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 好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